闺蜜儿子溺水 道德绑架我儿子去救 他儿子活下来了 我儿子就死了 政府说我儿子是个英雄 给我发放了一百万慰问金 我万念俱灰 把一百万全捐了 闺蜜却问我要钱 她说这一百万是我儿子的 你凭什么捐掉 她拿起手里的刀筒向我 要不是我儿子 你能收到那么多钱 再睁眼 我回到了他儿子溺水的那天 闺蜜还站在旁边看着好戏 哎 这一看就是没学过游泳的 不像我儿子 她可是学了三年游泳 还是校游泳队的呢 上辈子 闺蜜张妹妹也是这样 以为是别人家孩子溺水 还在旁边幸灾乐祸 最后 发现是自己的儿子溺水 跪在我儿子面前 一把鼻涕一把泪 求求你救救我儿子 你和我儿子 可是好兄弟啊 你怎么能见死不救 我儿子为难地告诉他 张妮 我才学了一个礼拜的游泳 我就不了人了 张妹妹却不管 硬拉着我儿子 就是你要拉着亮亮来湖边的 说 是不是你极度亮亮游泳好 才把亮亮推下去的 你是不是看不得亮亮比你优秀 才故意要害死他 周围的人也只是点点 看着我儿子的眼神里 带上一丝怀疑 我还来不及反驳 只见我儿子跺了跺脚 转身扑通跳进水里 这时 张妹妹他儿子的半个头 已经沉浸水里 呼吸都不顺畅了 见到我儿子来救他 就像看见了救命稻草一样 死命地扒住我儿子 一把把我儿子按在身下 借助我儿子浮上水面 我儿子被他这么一按 直接一头栽进了水里 这时 有好些人不知 从哪里找到根杆子 对他们大喊 快拉住杆子 我拉你们上来 那杆子原本是递给我儿子的 谁知被李明亮一把抢了过来 先救我 其实那时候 李明亮已经借助 按我儿子的那一下 勉强忍住了身形 他擅长游泳 在校游泳队已经待了三年 要不是一时大意 是不会溺水的 但我儿子却被李明亮 推得在水里不断挣扎 眼看就要被淹没了 你眼人都看得出来 是我儿子的情况更紧急 李明亮就不管不顾 连看都不看我儿子一眼 拉住了杆子 不肯放手 好些人没办法 只能先把李明亮拉上来 等好些人再去拉我儿子时 我儿子已经完全淹没在水里 他死了 我看到儿子的尸体悲痛欲绝 当地政府为了鼓励 我儿子英勇救人的行为 给我发放了一百万慰问金 我万念去挥之下 把一百万全捐给了希望工程 闺蜜张梅梅 却转身了我要钱 她说 这一百万是我儿子的 你凭什么捐掉 在得知我把钱全捐了后 拿起手里的刀筒向我 要不是我儿子 你能收到那么多钱 重来一次 我倒看看 留我儿子就李明亮 他会是什么下场 哎呀 那个蓝衣服的男孩 看起来快不行了 再不就 就要出人命了呀 张梅梅听到溺水的男孩 穿着蓝衣服 原本淡定的脸上 露出一丝紧张 她朝人群方向张望 但奈何人太多 她怎么也看不清 到底是谁溺水 她还是没忍住 站起身 想往人群走 我一把拉住了她 张梅梅 不可能是你儿子 不可能是我家亮亮 说完 她又坐了下来 啊 那蓝衣服的男孩子 要沉下去了 谁家孩子啊 怎么家长还没来 张梅梅听见了 意识到了什么 猛地站起身 她朝周围望了一圈 还没去湖边的 就只剩我和她了 她一把抓住我 盯着我问 秦小婉 你儿子穿的什么颜色衣服 我在她紧张的目光里 淡定的吐出两个字 蓝色 她如是重负般 呼出了一口气 转而看着我 眼神里闪过 幸灾乐祸的笑意 秦小婉 肯定是你儿子溺水了 哦 是吗 秦小婉 快去看看你儿子 最后一面吧 再不去 估计就来不及了 成绩好有什么用 连常识都没有 连这里不能游泳都不知道 不会游泳还敢下水 真是爱出风筒 张梅梅一边说 一边拉我向湖边走去 张梅梅拨开人群 溺水的男孩 已经完全淹没在了水里 只能依稀看见 男孩蓝色的衣服 看来 这一辈子 我和张梅梅来得晚了些 李明亮已经沉浸水里了 也不知道死了没有 张梅梅推了我一把 脸里是掩饰不住的奸笑 秦小婉 你看 让你儿子逞能 不能游泳 非要下去游泳 现在好了吧 你儿子估计是不行了 要我说啊 这都怪你儿子自己 死了也不冤 我甩开张梅梅的手 在她惊讶的目光里 淡淡笑了笑 可是 我的儿子宁愿好好的在那里啊 张梅梅顺着我指的方向看去 我儿子秦明远正站在湖边 急得团团转 张梅梅如遭雷击 整个人愣一瞬 她颤抖的指着水里的男孩 问 那水里的孩子是谁 旁边的大姐大声回答 听那边的男娃 说是她的朋友 叫什么李什么亮的 我补充 李明亮 大姐一拍大腿 对 就是这么个名 李明亮 没错 就是李明亮 张梅梅睁大了眼睛 不可置信的看着水里的李明 嘴里喃喃 不可能 怎么会是我儿子 好半天 张梅梅才反应过来 急忙大声喊 谁会游泳 快来救救我孩子 她一把拉住我 秦小婉 你快去救儿子 我冷冷回答 我不会游泳 你不是学过吗 你快去救她 张梅梅一边说 一边把我往水里推 我直接用尽力气 往她的腰上捏了一打 她吃痛放开了手 秦小婉 你真没良心 你见死不救 我翻了个白眼 你和我一起学着游泳 你怎么不下去救你儿子 我那不是没学会吗 我不也没学会吗 张梅梅 那是你儿子 你自己不救 还想把我推下去 旁边的大姐也看不见下去了 谁的儿子谁救 人家不会游泳 你还推她下去 你这是犯罪 周围的路人 也对着张梅梅指指点点 多大的脸 自己不敢下水救 还叫别人下水 是啊 脸皮厚的人 知识越来越多嘛 张梅梅看叫不动我 开始朝周围看 突然 张梅梅两眼放光 像是看到了救星 糟了 她又盯上我儿子秦明远 我儿子这时已经看到 我和张梅梅 一路小跑过来 妈 张仪 李明亮他腻水了 张梅梅一把拉住我儿子的手 明远 你和亮亮是好兄弟 你不会见死不救吧 我儿子一脸局促 张仪 不是我不想救 我才学了几天游泳 我真的没能力救啊 张梅梅看我儿子不答应 就李明亮 直接跪在我儿子面前 明远 算阿姨求你 你救救亮亮吧 你不救她 她就要死了呀 你怎么忍心啊 我儿子看看张梅梅 再看看湖面 这时 连李明亮的衣服 都快看不见了 张梅梅看我儿子动摇 急忙在天了把火 其明远 你不肯救 是不是嫉妒我们家亮亮比你优秀 嫉妒她游泳比你好 所以你才把亮亮推进湖里 我儿子连帮白手 没有 张仪 不是我推的 是亮亮说她游泳水平高 这里的湖奈合不了她 非要跳下去游泳的 怎么可能 你就是看不得我家亮亮比你优秀 才推她的 不然 你怎么不肯救她 眼看我儿子秦明远 为了证明自己清白 就要像上辈子一样往湖里跳 我直接一把拉住了她 儿子 你中考全是第三 亮亮她倒数第一 你身高1米83 她身高1米67 你有什么可极度李明亮的 妈相信你 一定不是你推李明亮下水的 周围的人原本还因为张妹妹的话 看我儿子的眼神里 夹杂着一丝怀疑 现在听了我的话 那丝怀疑早就烟消云散了 中考全是第三的学霸爷 怎么可能极度别人 是啊 你看她不仅学习好 长得也帅 哪里需要极度别人了 我看见溺水的男孩了 长得比她差多了 极度 反过来倒是很有可能 张妹妹看周围的人都不信她 急得火急火燎 她看着我儿子大喊 我不管是不是你推得亮亮 你现在马上去救她 不然 你就是见死不救的杀人凶手 那在你眼里 在座的这么多人 都是杀人凶手了 看着周围不善的目光 张妹妹连忙摆手 我是说其名远 不是说你们 但周围人明显不乐意了 不帮忙 就是杀人凶手 挺会派行啊 是不是要把我们都抓起来啊 这也太高的绑架了 别逼我骂脏话 这时 听到有人大喊 快让开 我找到杆子了 我叹了口气 上辈子的好心人 还是来了 好心人是一个 长满落腮胡的大哥 他像上辈子一样 把杆子伸到李明亮身下 快抓住杆子 可惜 这辈子李明亮 没落我儿子这块垫脚石 已经完全沉没在水里 没有力气抓住杆子了 这时 一个年轻小伙子 对着落腮胡大哥喊 他没力气了 我顺着杆子下去拉他 你拉紧杆子 得到落腮胡大哥的同意后 小伙子就顺着杆子下了水 小伙子很快来到李明亮身旁 他一只手抱住了李明亮 他躺在手里 嘴里还大喊 快点拉我上去 小伙子也是身手不错的 他在被李明亮推到水里后 死死地抓着李明亮的衣服 不放手 小伙子大喊 你个没良心的 我来救你 你还推我 你别想上去 杆子是临时找来的 只有两根手指粗细 承受不了两个人的重量 一次最多拉一个人上去 两人争吵间 杆子已经出现细微的裂痕 看上去坚持不了多久了 李明亮也发现了杆子上的裂痕 他眼底闪过一丝阴狠 随即抬起脚 狠狠地朝小伙子的脑袋踢去 小伙子一时没提防 脑袋被李明亮狠狠踢了一脚 整个人猛了一瞬 手不自觉地放开了李明亮的衣服 整个人往水里倒去 围观群众瞬间倒吸口凉气 连洛塞胡大哥都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珠 快拉我上去 李明亮朝洛塞胡大哥喊了声 洛塞胡大哥才黑着脸不情不愿地开始拉杆子 这时 小伙子却不知哪里来的力气 猛的一扑 拉住了李明亮的腿 肝子被这么一撞 瞬间咔嚓一声裂开了 小伙子和李明亮双双掉进了水里 快救我的儿子啊 快啊 张妹妹看见李明亮又掉进了水里 急得大喊大叫 可周围的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都没有再下去救李明亮 毕竟他们可是看得很清楚 李明亮是怎么对他的救命人的 谁都不敢再冒险去救他 就在这时 警察和救护车来了 几个警察看到有人溺水 马上展开了援救 小伙子离警察更近 警察跳进湖里 准备先把小伙子救上来 张妹妹在一边看到了 坐在地上哭铁喊娘 先救我儿子 我儿子要是没了 我和你们拼命 见警察们不理他 他继续叫 你们什么警号 我要投诉你们 警察不救人啊 警察们无奈地摇摇头 把小伙子救上来后 警察们歇都没歇 转身又去救李明亮 也不知道是不是李明亮命大 这次没有我儿子垫背 他居然也没有溺死 只不过他看上去很难受 整个人晕沉沉的 连眼睛都睁不开 没过几分钟 李明亮就晕了过去 小伙子的情况 比李明亮也好不了多少 没过多久也晕了过去 这次医护人员一共来了四倍 两个围在小伙子身边 另两个围在了李明亮身边 都在替他们 坐着紧急救援 张妹妹看到 只有两个医生围着李明亮 又开始嚎 先救我儿子 孙老爱又懂不懂 我儿子才初中毕业 是祖国的花朵 你们必须先救他 医护人员抬头瞄了他一眼 没理他 继续着手里的救援 张妹妹见没人理他 直接冲到救治小伙子的 两位医护人员面前 往他们脸上抓 我叫你们去救我儿子 听不懂吗 我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们就是凶手 两名医护人员 被张妹妹抓得措手不及 脸上都出现了抓痕 不得已 停下了手上的救援工作 警察急忙把张妹妹控制住 医护人员才又开始 继续小伙子的救援工作 张妹妹被控制住想 动摊不得 嘴巴里却没停 你们没人信啊 连祖国的花朵都不救 你儿子吗 面对周围的谩骂 张妹妹像是没听似的 还在破口大骂 直到李明亮和小伙子 被送上了救护车 他才消停下来 看到张妹妹和他儿子去了医院 我拉着我儿子赶快回家 重生一次 我要和张妹妹划开界限 但我没想到 当天晚上 张妹妹就又想起了我 张妹妹就打来了电话 电话里传出 张妹妹火急火燎的声音 秦小婉 你快点多打十万块钱 我直接拒绝 我没钱 你怎么会没钱 你是不是想看着亮亮 成为植物人 我告诉你 这钱你必须出 这是你欠我的 我听了张妹妹的话 我忍不住弯起了嘴角 原来 这辈子由于救治得太晚 李明亮脑缺氧严重 再不做手术 很有可能会成为植物人 一辈子摊在床上 秦小婉 马上打钱给我 亮亮要做手术 张妹妹还在不断咆哮 我冷淡回应 关我什么事 对面承诺了几秒 就是你儿子秦明元 把亮亮推进水里的 你要是不出钱 我就告你 我儿子没有 是儿子自己跳进去的 我已经询问过 儿子事情的原委 这次还是像上辈子一样 李明亮为了炫耀自己的勇气 不顾我儿子的阻拦 只意跳进了湖里 我儿子明明指着警告牌 不止一次地告诉他 这里水深危险 不能下水游泳 他却嘲笑我儿子胆小 李明亮说 秦明远 你成绩好又怎么样 还不是个胆小鬼 学会了游泳 连下水都不敢 你就是个耸包 睁大你的狗眼 看了你大眼 我是怎么游的 说完 李明亮就跳进了湖里 这件事 根本就是李明亮就游自取 和我儿子没半点关系 可张眉眉不管不顾 一口咬定是我儿子嫉妒李明亮 所以把他推进水里 你要是不给我打亮亮的医药费 我就告你 好 我等着 我直接挂了电话 没过多久 警察就带着张眉眉找上门 警察同志 就是秦明远把我儿子推进湖里了 我要告他们 让他们赔亮亮的医药费 和精神损失费一百万 张眉眉插着腰 眼睛瞪得老大 儿子秦明远赶忙咬手 我没有 是李明亮自己跳进去的 张眉眉指着我儿子骂 你个小兔崽子 你还不承认 你就是个杀人犯 我拍了拍儿子的背 挡在他面前 问证据呢 有人看到我儿子推李明亮下水吗 张眉眉大喊 我儿子晕过去之前告诉我的 就是秦明远推的 我没理张眉眉 看着警察 这算证据吗 说来也巧 今天来的警察 正好就是就李明亮的警察 他们早就目睹了张眉眉的无赖 今天来我这一趟 快把秦明远抓起来 让他赔钱 警察无奈地摇了摇头 再问了我儿子几个问题 对我说了句 道歉 打扰了 就带着还在嚎叫的张眉眉走了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没想到 张眉眉找到人证 只让我儿子故意推李明亮下水 第二天 我带着儿子走进了警局 张眉眉把一个大妈推到我面前 这是我找来的目击证人 大妈反应过来 也跟着喊 对 我亲眼看到 他把李明亮推进水里的 大妈指着我 一口咬定 我无语地折止自己 开口问 你确定是我 大妈声音洪亮 对 我确定 张眉眉还来不及阻止 大妈就喊了出来 警察也看出端倪 冷着脸对张眉眉说 冤枉人也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张眉眉整张脸都黑了 对着大妈埋怨 你怎么回事 连人都认不清 我说是她儿子推的 你连男的女的都分不清吗 什么猪脑子 大妈说 你自己也没说清楚啊 我不管 钱你要付给我的 张眉眉当然不肯 你都没办好事 连几天都没再来找我 我打听了一下才知道 原来她不是没做妖 而是没做妖坐到我面前 张眉眉在网上 开了个直播卖惨 标题是就做孩子吧 张眉眉在直播间里暗示 是有人故意 把她儿子推进水里 导致她儿子脑缺氧 她在直播间里 穿得破破烂烂 声泪俱下 还对着镜头下跪 求大家捐款 给她儿子治病 求求大家就做我的儿子吧 求求你们了 直播间里的人问她 谁把你儿子推进水里的 是啊 既然是人家把你儿子推进水里 你为什么不报警 需不需要我们帮你报警吗 张眉眉在直播里预言又止 推我儿子的是我朋友的儿子 她应该也不是故意的 张眉眉这副做派 引起了网友的兴趣 到底是谁啊 你不敢说出来 是不是在撒谎啊 对 如果是真的 你为什么不报警 是啊 别把我们当傻子 张眉眉擦了擦眼泪 小孩子之间嘛 极度也是正常的 毕竟我儿子那么优秀 她应该只是一时冲动 才推了我儿子 如果我报警 她一辈子就毁了 张眉眉还暗示 推她儿子的孩子 今年中考考得很不错 网友顺着她的提示 搭出了全市中考前十名 全市前十名里 除了我儿子 纷纷发表声明 表示不认识张眉眉和李明亮 最终 一众网友把目光定格在了我儿子身上 张眉眉说 虽然那孩子成绩很好 但不会游泳 所以才嫉妒我家李明亮 大家别再去打扰那孩子了 如果因为我的原因 害那孩子读不上好的高中 那国家就失去了一个人才 不得不说 张眉眉演技不错 有些不明真相的网友 还真相信了张眉眉 你们也太善良了 学习好就能推别人下水吗 是啊 这是犯罪啊 对啊 你应该报警 让她受到应有的惩罚 张眉眉抹了把眼泪 我还是愿意给她一个机会的 网友们夸张眉眉心肠好 纷纷给张眉眉捐款 说一定要把李明亮就回来 短短时间 网友们就已经给张眉眉捐了12万了 还有不少网友表示 不能就这么放过我的儿子 人肉出了我家地址 每天往我家门前扔臭鸡蛋和脏东西 我安抚好儿子的情绪 走进书房 打开了很久都不用的电脑 幸好 电脑还没坏 早在张眉眉控告我儿子 故意推李明亮下水时 我就托人找湖边的监控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两天前 终于被我找到了一个监控 里面清清楚楚 开设到了当天的情况 我把视频整理了一下 发在了网上 视频刚发在网上 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里面清清楚楚地显示 我儿子一直在提醒李明亮 这里水深威胁 不能下水 李明亮一脸不屑 还对着我儿子支持点点 像是在骂我儿子 最后 李明亮自己跳进了湖里 一众网友纷纷跌落了眼镜 大喊神转折 原来是李明亮自己跳下去的呀 李明亮明明自己跳进湖里 还说是别人推的 要不要连 秦明亮还劝他别跳呢 李明亮自己要往里跳 等等 快把我的捐款退回来 老子不捐了 我也是 把我的捐款换回来 我才不捐款给白眼狼 网友们纷纷要求退款 幸好平台提现有时间周期 钱款还没到张梅梅手上 张梅梅又开直播 求大家不要撤回捐款 否则李明亮就要成为植物人了 网友们根本不买账 还在直播间里骂张梅梅是个骗子 张梅梅见求网友没用 就对着网友骂了起来 你们是不是人 捐了还反悔 你们是不是都嫉妒我家亮亮 见不得我家亮亮比你们优秀 网友纷纷表示 张梅梅脑子有大病 只要是个正常人 就不会去嫉妒一个 成绩倒数第一的渣渣 张梅梅脱房了 在直播间口吐芬芳 最后 张梅梅的直播间被永久性封了 网友的捐款也都被退回去了 张梅梅没拿到一分钱 我想 张梅梅这次应该不会咬着我儿子不放了 没想到 她是不来找我和儿子的麻烦了 但她居然找上小伙子 对 就是那个救了她儿子的小伙子 为了救李明亮 小伙子也呛不少水 到现在还躺在病床上没醒呢 小伙子才和妻子结婚三个月 没想到就发生这种事情 她的妻子现在每天都一味洗面 政府为了表扬小伙子英勇救人的行为 送上了三十万作为慰问金 还跟小伙子的妻子说 如果医疗费不够了 尽管跟政府开口 让他们不要有后顾之忧 张梅梅眼看收不到网友的捐款 就盯上了小伙子的三十万医疗费 张梅梅来到小伙子的病房 一把推开了门 把我儿子的钱还给我 小伙子的妻子留过一连猛 什么钱 就是你老公救我儿子里面量的钱 留过一听是张梅梅 马上冷下了脸 那是政府奖给我们的医疗费 关你什么事 怎么不关我的事 那是我儿子的钱 要不是我儿子溺水 你能收到那么多钱的奖励 那钱应该给我儿子 如果被张梅梅的话 气得直喘气 你真不要脸 我老公为了救你儿子 到现在还没醒 你还好意思来问我们要钱 那就是我儿子的钱 如果快被张梅梅气哭了 要不是你儿子贴我老公一脚 我老公根本不会枪水 我还没来得及找你算账 对了 网上有视频 就是你儿子贴的我老公 我要让警察把你儿子捉进去 说完 就起身拿手机 准备打110 张梅梅一看刘果来真的 急忙大喊 你敢打110 我就把你老公的氧气罩 不要 刘果看张梅梅 要动手摘小伙子的氧气罩 急得扑到张梅梅身上 对着张梅梅的脸狠狠一抓 张梅梅吃痛 抹了一把脸 一看手上都是血丝 张梅梅咬紧的牙 臭婊子 你敢抓我的脸 我要你的命 张梅梅和刘果扭打到一起 娇小的刘果明显不是张梅梅的对手 被张梅梅压在身下打 张梅梅不仅划划了刘果的脸 还往刘果身上不停地打和踢 啊 好疼 刘果痛苦地捂住了肚子 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臭婊子 快把钱拿出来 不然我打死你 刘果额头上低下了痘大的汗珠 捂着肚子不住的蜷缩 痛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不说话是吧 我就打到你拿钱 张梅梅又往刘果身上打了五拳 还踢了三脚 啊 伴随着刘果的一道惊呼 刘果身下流出了一大片血 张梅梅傻问在原地 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妙 她左右看了看 没人 急忙逃走了 幸好有巡逻的护士发现了刘果 第一时间把刘果排进了手术室 刘果已经怀孕一个多月 现在被张梅梅正义打 孩子没了 刘果果断抱了紧 张梅梅不肯承认是她殴打了刘果 我没打过刘果 是她自己把摔倒了 想要讹我 刘果在大家的目光中拿出了监控物像 视频显示 就是张梅梅把刘果打得流了产 经过上辈子的教训 我早就猜到 张梅梅会盯上政府的慰问金 上辈子 我儿子不幸身亡 得到了一百万慰问金 这辈子 小伙子为了救李明亮也受了重伤 得到了三十万慰问金 我一收到消息 就联系了小伙子的妻子刘果 我告诉她 你要小心张梅梅 她儿子现在需要钱治疗 而你 手里有三十万的慰问金 刘果不可置信 这是我老公救命的钱 而且我老公是为了救她儿子才受伤的 她总不会来瞧我老公的钱吧 我摇了摇头 仿人之心不可无 你还是小心点吧 刘果听了我的话 马上给小伙子的病房装上了监控 练对监控 张梅梅还在狡辩 那本来就是我儿子的钱 我要回来天经地义 警察问刘果是否愿意接受调解 刘果坚定地摇了头 我要她把牢底做穿 我没想到 张梅梅打官司期间 还会再来找我 她拍着我的门 秦小婉 你借我点钱吧 亮亮她快不行了 再不做手术 医生说她就要当一辈子植物人了 求求你了 我不该诬陷你儿子 我知道错了 你就借我点钱吧 我隔着门 从门缝里塞了一张名片给她 高利贷 秦小婉 你让我去借高利贷 我怎么还得起 张梅梅直接把高利贷的名片 丢在了地上 秦小婉 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我隔着门告诉她 张梅梅 我不会借钱给你 我俩之间的友谊 早就在你怨我儿子的时候 就断了 张梅梅哭着喊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你再帮我这一次 我不能看着亮亮成为植物人 张梅梅 我跟你说了 我没钱 我顿了顿 我已经给你指了路 至于你要不要借高利贷来救你儿子 就看你的选择了 张梅梅还在我门口哭爹喊娘 我直接打电话告诉物业 有人扰名 物业很快就把张梅梅请走了 我很想知道 张梅梅到底会不会为了她儿子 去借高利贷呢 不过 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是要做 那就是搬家 张梅梅这种猖鬼朋友 是不会放过我的 重来一次 我没必要浪费时间跟她掰扯 正好儿子终考结束了 我打算跟儿子 换个更好的城市生活 再次听到张梅梅的消息 是通过刘国 刘国打电话告诉我 她老公醒过来了 目前身体一切都好 而张梅梅最终还是向高利贷 借了15万 替李明亮治病 李明亮醒了 但由于手术耽误得太久 错过了最佳手术时间 李明亮瘫痪了 这辈子 她只能在床上吃喝拉撒 一辈子都下不了床 张梅梅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一弄之下大闹医院 说医生故意不治好她儿子 拿起一把刀 就刺向了医生 医生用手一挡 锋利的刀子 贯穿了医生整个手掌 顿时鲜血淋漓 这位医生 再也拿不起手术刀了 医生直接起诉张梅梅 故意伤人 和刘果的案子一起审 由于证据确凿 医生和刘果很快胜诉 法院判张梅梅 故意伤人罪成立 赔偿刘果十万万 医生十五万元 判有期徒刑十年 赔偿完刘果和医生后 张梅梅已经没有钱还高利贷了 高利贷的人 直接把张梅梅家搬空 还把李明亮丢在了垃圾堆里 让她自生自灭 刘果说 小婉姐 谢谢你 要不是你让我小心张梅梅 我也不会想到要装监控 我说 不用谢 张梅梅和李明亮这种人 连天都看不下去 享受了他们 我和儿子搬进了新家 这里的教育资源很好 儿子很快融入了新的学校 成绩也在一步步提升 三年后 儿子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 被中国的最高学府清华和北大争抢 我看着清晨的朝阳 展开了笑眼 未来可期啊